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擅长的是太乙真人 你是高人 可我是巨人 你站在巨人的阶段上哟 我叫李长瑞 我最擅长的英雄是鲁班奇 我们澳门科技大学电子经纪校队 一共是有三个队伍 分别是王指荣耀 英雄练盟和CSGO 我是王指荣耀的校队的队长 当时核心队员有五个人 他们五个在成立之前 就已经多次拿下了 珠海和澳门的多个比赛的冠军 在成立之后呢 也凭借着他们那些大赛的经验 带领我们拿下了连续五届的 这个澳门KOM的冠军 我们作为后人 也是比较感谢他们五个人的奉献吧 电子经纪并非简单的一个游戏 而是一种需要策略技巧 和团队合作的竞技活动 它要求选手具备极高的自律 意理和专注力 近些年来在国际视野上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 尤其在亚运会上 王主要项目也是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我们时常看到电子经纪选手在比赛上那股 永不延弃的精神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品质 我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赢得更多的比赛 向更多人证明 只要正确地对待 它会展现更多的魅力 在电竞赛事的比赛中 每个人往往有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和职责 我们通过打排位赛来提高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电竞的赛事中 战术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们平时的训练和比赛中 我们需要不断研究对手的一些战术 从而去制定属于我们自己队伍的应对策略 而且我们还会去向一些职业队伍学习 然后去制定一些平时我们打训练赛 或者是打其他队伍的比赛的时候的一些策略 这需要我们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和严谨的思维能力 因为电竞比赛往往具有一定的竞争压力 然后打比赛的时候 也会就是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面对逆风局 比分落后的时候 忍住心态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在团结合作中寻找突破口 我认为最具有挑战性的环节是 当我们面对对手的强势攻击时 我们如何保持心态 并且完成一个冷静且有效的反击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团队配合和个人容易的任务 在开局的时候 对面选择了射手中路开 这是一个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打法 让我们失去了中路的线权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野区和边路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对手的进攻非常猛烈 让我们手忙脚乱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放弃 而是保持冷静 不断调整了我们的战术和策略 通过局内及时压低对手的状态 延缓对手的进攻节奏 重新抢回了中路的线权 在经过了十分钟的互相博弈之后 我们最终通过运营将对手击败 这次比赛我们夺冠 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不仅彰显了我们奥克大电子竞技校队的实力 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对于电子竞技的热爱和追求 也更坚定了我们在电子竞技这条路上的决心 我们从中学到的不仅是只有电竞技巧 我认为更是一种团队合作和对胜利的一种渴望 奥克大组织电子竞技校队 不仅为我们电竞爱好者提供了一个 可以展示自我的平台外 然后更多的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我们支持 首先我们拥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然后这些场地配备了最先进的设施 学校还为我们校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训练氛围 然后让队员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的提升和学习 我们会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内多多训练 然后完善自己的一些体系 然后改掉自己的一些缺点 希望能在未来深圳决赛的比赛现场 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然后也增加澳门科技大学电竞队的一些影响力 其实奥克大是一所多元开放 非常有活力的大学 努力我们勇敢地追求梦想 所以我非常地荣幸可以成为奥克大的学生 成为奥克大电子经济校队的一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